你們討厭嗎? 哈哈哈哈 沒辦法 沒辦法 可龍P沒代表作 朱祁鈺手肉麵反擊 是的 以一張頗有誠意鞠躬罩 拉高熱度的倒奶主播朱祁鈺 來本台受訪啦 因為這個倒奶標籤 讓她深受困擾 甚至還被開高架保養 我覺得我自己穿架的是 尊重的場合 我覺得就跟很多女女女手 我從彈是一樣的道理 但他們覺得這個場合就是 展現出我的許可 所以我也沒有說 我是要就是 去取悅水 但也只是不小心說謝謝大家 然後就被照下來 而且很多時候批判我會是女生 真的有來的嗎? 有欸 很多啊 開最高峰 差不多300萬 一天 就是半遊 對就去半遊一天 問什麼 問你知道我爸是誰嗎? 哈哈 是誰 對 哈哈 我隨便發了一個那個 主稿證詞 蛤 就是想要嚇嚇她這樣 我看了 下一句就完全沒有機會了 再來 朱祁鈺 她大概是三個裡面 最有代表作的人 她的Google第一頁 全部都是 不雅照外流 但別人的不雅照是肉 魯溝 她的不雅照是素顏 賀龍日前在全明星辯論會 算朱祁鈺不雅照是素顏 其實人家祁鈺素顏還是很漂亮啦 讓網友不免好奇 他們兩人間有沒有心結 因為我跟他們的年紀有點差距吧 所以我感覺說 哇他們都是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都很討厭啊 但下了舞台之後 我覺得她還是一個很努力 很好的人 我相對覺得她會這樣做 是因為這個舞台對她來講 所以她也會想盡辦法 她就是想 就是沒有對錯吧 身為前財經主播的她 在投資理財上婆有專研 除了演藝收入 其他包括投資股票 還有移動價值千萬的北市房子 在日本也有開工作室 這些種種讓37歲的她 實現財富自由 所以你已經有被動收入 每個月幾十萬一定是有 我們算是有一個正值 所以你公司上班 如果一個月我的收入費 被動收入這些 算我的正值 只有十幾萬的話 可能是不太夠的 而且我的投資經歷 投資副業的東西 應該也有十年了 有 你有幫忙嗎 嗯 有一間就是 好多多 因為我自己也做面膜 就想說 是不是能夠 也是把面膜 然後帶給可能 日本的試試 因為日本的美容展 我覺得比較難打進去啦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兇華大廚 就覺得還是不這樣 嗯 那我想要就是 成為金鐘甲的主持人 左大陶智明 右打小X 這樣這邊有些太小 也不要太像 有提到別人 有提到別人 這個太over了 不用提到 我個人的政治將來的認同 希望能夠成為一個 非常成功的主持人 然後能夠成為千金主持人 對 並且呢 跟桃子姐 還有X姐學習 他們的幽默 有他們的知性 哈哈哈哈 哈哈哈